最滑稽無厘頭孕婦講 真的啊 很少孕婦像妳長得這麼滑稽耶 然後腥味又這麼無厘頭 我當時長得滑稽 姐姐妳這樣講 觀眾會不會很明白 她覺得是不是鏡頭有問題 不會不會 妳注意看看妳的五官 她們一看到的是一個美容鏡頭 有鏡子嗎 有鏡子 妳要不要拿鏡子 看一下自己的五官 很美啊 我老公都說我今天睡覺都像一個小公主耶 我看一下這個五官 好深色的雙眼 妳不覺得好滑稽喔 仔細看其實還蠻像賴依林的 應該會是 最淘氣資深前輩獎吧 因為在資深前輩裡面 這麼淘氣的人真的是不容易 因為通常就是可能是體力問題 或是心態問題 然後妳恰巧就是體力跟心態都非常的健全 對 也是長輩她看年紀大 她會覺得我要有一個形象 那妳竟然沒有考慮到這個層面 因為我不是長輩階級的啊 我不是啊 妳沒看到我穿著這樣子 這都是年輕人現在私下運動鞋 妳看 就是最淘氣的長輩 這種穿著的是年輕耶 那種很嘻哈的 因為一般長輩不敢這樣穿 我明明就是跟八公子他們那邊都一挂了 什麼八公子 你懂嗎 你看包圈屏屏啊 圈屏屏屏 我覺得你跟八仙過還是一塊很大 比較像欸